看机战神学知技巧 大家好 九哥 印象中好久没有出雨林地图了 这把我们来玩一下 跳到训练基地 前面有枪声 在跑过去的一个路上就已经被打了 而且这边两个队友是连续倒地 对面这个人的话是枪法有点准 我们在这边卡下视角 听到前面这个楼里面还有人 他没有露出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才把我队友击倒了两个人跑了过来 我们就把他给直接放倒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楼里面 有个人在不停地去打 好像是在补我一个队友 他肯定也是看到我了 我们这个地方是个低势 所以说这个位置不是很好 跟他来队一下枪 打着他大概有至少三枪 很可惜没有把他给击倒 不过我们队友已经冲上去了 应该是个残血 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样的话我们就还有拯救的机会 还没出训练基地就变成了一个双人四排 我们看到前面队友是标了下面有人 这里发现缩后有一个 我们是两个人 只需要左右的去加击一下 对方的话在这个缩后就根本没有办法去躲避了 但不是一个直死 还是得去观察一下他身边 还有没有队友 他在往这边爬 前面马路上看着好像是人 其实是个摩托师 队友已经跟对方在对上枪了 这里放倒一个 我们也是看到一个对手 这里再次把他给击倒一个 他后面肯定还有队友我们齐齐往前面压尽 这里发现前面石头后面有一个 这里露了出来 我们就把他给击倒 那连续倒地三个居然不是直死 那就是说跟之前我们打倒那个人不是一队的 果然石头后面又是露出来一个 那这应该是个四人的满边队 我们就直接冲到他们近点 这个距离差不多可以丢手雷了 这里丢完之后他肯定会跑出来 我们就可以拿枪去扫一下 不过他又缩了回去 这个时间差没有赶上 不过我们队友已经从右边包吵过去 一个左右夹击 对方也是没有任何办法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地跑毒进圈 但是我们听到左边房区有动静 这里发现了有个人 他在往这个另外一个房间去搜索物资 而且脚步声不止一个 那我们现在最好是先这个以静之动 等到对方开始跑毒过程中 我们再去打他 因为这个毒也是不疼的 我们只需要把自己的一个眼镜状态 控好就行了 对方肯定是等一下还会去扶 我们继续地在这卡着 看能不能再去打一个 这里果然去扶了 我们就直接一波扫射 不过是只把他给打成了个残血 现在对方是要么加血 要么服队友 我们就可以趁这个时间 直接冲到他们近点 看到了一个大脚鸭子 直接一波扫射 把他给成功击倒 还有另外一个 直接换把枪 再次把他给成功击杀 这应该是个三人啊 不是一个两人的 随后来到安全区 前面一个河沟对面 有枪声 把我队友给击倒了 我们现在的话要过去扶 不过这个地方应该会被人给架住 其实突然一波扫射 我们就赶紧先趴下 降低下自己身位 等对面扫完 我们再过去 这个地方不能直接扶 先给队友身边丢个烟 然后再往其他远一点的方向 再丢两个烟 这样的话去迷惑一下对手 因为对方的话 肯定会往烟里面去灌雷的 对吧 我们看一下对方果然是丢雷了 再把队友扶起来 然后我们再换一下位置 再趴下 因为对方的话 可能不知道我们这边有多少人 但是我们这里 其实人数是比较劣势的 左边拉过来一个人 我们听脚步是就他一个 所以我们就可以跟他来对一下枪 把它给击倒 之后马上去找掩体 他后续队友可能会过来 最好是趴下 然后听一下对方的一个脚步 这是听到左边又是过来一个人 那他肯定会往我这边扫射 果然直接开始提前枪就扫过来了 因为对方也是大概能够猜出 我们就在这个树后 再等他扫完一桌子弹之后 我们再闪人出去跟来对枪 把它给成功的击倒 我们血量比较残 先抱住一棵树 然后对方肯定是要冲过来 利用树木掩体闪人出去打地点枪 把对方给成功的击杀 还是非常惊险刺激的 我们就可以先填拨装备 填拨同时发现前面河边有枪声 场上现在是一个二打二 这雨林图的很多石头 都是可以踩在上面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视野稍微高一点 成功的发现了一个伏地魔 把它给击倒 那他队友可能也是在身边 也需要跑毒的 全部卡死在圈外 最终也是成功吃鸡 喜欢视频别忘了关注 点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